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錯怪薛貓的台山冒險 我現在突然間很想要吃香蕉 今天我們要來花蓮當冒險王 GO 張哥 你是哪裡啊 花蓮啊 應該是在這邊冒險沒錯 快走開 你該不會是 猴子啊 猴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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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你們已經找到第一項任務了 這一關樹冠層探險 是在高空行走滑行 體驗在樹梢間穿梭的野猴子冒險 全程都要靠自己獨立完成才行 很適合小朋友來這裡 訓練獨立自主的能力 而為了讓香蕉彩虹順利過關 一開始要先暖暖身 考考你們的體力 暖身很高而已 這才暖身 是啊 那現在就可以 我還好扣住 教練 我還沒有準備 你教練說扣住的人就要上去了 既然都被扣上了 那彩虹你就乖乖地爬樹熱身吧 不過不用擔心 教練還是會確保你的安全的 現在就開始挑戰吧 加油 要抓好 沒有抓好會晃會盪出去 第一步比較難 第一步好遠喔 對 所以你要拉第二格 兩隻手抓第二格 這樣喔 第一步站在這個樹幹上 這裡的 對 跟猴子一樣 一二三 有耶 我跟你講 你當成自己是猴子 上面那個是椰子 趕快去拿椰子 我現在突然間好像要吃香蕉 當成香蕉也可以 看來彩虹要當個趁學的野猴子 果然是要有香蕉當獎品啦 不過聽教練說 這個樹幹攀岩 跟一般的岩壁攀岩不大一樣 不需要特殊的伸展抓握 只要善用雙手雙腳 加上底下教練的補助做確保 連小孩子都可以輕鬆上手喔 再快晃 我好像在紀錄有看過這個畫面耶 真的好像 你哭好像就是像這樣耶 我覺得 上一格就到了 你現在看起來很漂亮 立與美 再上去一格 天啊 從不要輸 到了 碰到了 碰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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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彩虹熱身成功 不過啊 現在冒險才要正式開始呢 現在我們要來正式冒險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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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教練幫我們背上這個 這麼重的這是什麼 對啊 這個叫做 連續是安全確保系統 我們要進到這個系統 到後尾平台才能下來 那後尾平台的意思是 就是萬一你不想走 或是你一直在哭 沒辦法走了 走不下去了 就從中間下來 會有這麼可怕嗎 所以前面有我先開始 那我要出發了 好 剛開始我們上到平台 這個叫做 物行模式 就是我在用走的模式是這樣子 對 當我們要滑行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縮短 把它扣住 讓它弄短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滑 滑行的時候這叫做熊掌 熊掌 熊掌要煞車用的 熊掌用來煞車 狼爪是用來打蚊子 熊掌 對 打蚊子喔 打蚊子跟握著保護你的手安全 好 好 坐下來 就坐下了喔 這麼快 我要出發了 Go 滿好玩的耶 很刺激耶 改成步行模式 好高 不要 好高 好高 真的有那麼高嗎 你太誇張了 好高 你看 你站著 我都站在旁邊 香蕉 你很愛演喔 看你一副輕鬆的樣子 還在上面玩耍 快點認真走啦 你的夥伴可是在等你喔 在這上面 似乎可以思考很多人生的道理 我覺得有感受到這個 大自然跟我融為一體 然後那種寧靜祥和 為什麼人生沒有後悔平台呢 因為它就是要你不斷的前進 人生是沒有辦法後悔的 這真的太多人生哲理了 真的冒險很值得 好高 好 現在就給你擺了 人生轉捩你要換著 沒有 我跟你說 我這邊 這叫什麼平台 這叫後悔平台 後悔平台喔 你這個手是什麼 怎麼會這樣 好 換你了 樹冠層探險隊 剛剛在後悔平台交換選手 現在由彩虹隊員繼續挑戰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彩虹的大腿跟小腿 展現了麗與美的姿態 你們都看到了嗎 你說什麼 聽得到嗎 香蕉不要再欺負彩虹了啦 其實樹冠層後的後半段 都是比較困難的喔 看彩虹一步一步認真地 往前邁進 不知道它接下來 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呢 好超遠喔 你們在哪裡啊 一二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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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一直在笑啊 我來學它的笑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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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一直下跌 我在學你 教練 我覺得他有鼓勵到我們就是 只要前進了 不要放棄 你就會過得去 而且有快有慢 有快有慢 然後你要不放棄 堅持下去 你就會冒險成功 而且自己人生自己負責 我覺得你的人生很開心 每一段都是 想不到吧 這趟樹冠層探險 竟然讓香蕉跟彩虹 都悟出了許多哲理呢 其實這個冒險基地裡 還有許多不一樣的玩法 除了滑索或是爬樹之外 這裡還有各式各樣體能訓練場 而且幾乎都沒有年齡的限制 不管是大人 小孩 都可以像他們一樣玩得很開心 說不定也能悟出一些 有趣的人生道理呢 那最後還是要恭喜香蕉彩虹 第一場樹冠層冒險成功 告訴你一個生命的地方 一個在花蓮的快樂天堂 好舒服 這個地方跟剛才真的是 完全截然不同 這裡舒服多了 對啊 多一點這種關卡 這種行程實在太適合我們了 對啊 可是在這裡的挑戰到底是什麼 我看到一個美男子 美男子 去找他 帥哥 你好 你好 廣東人來好 不是 我是阿美族 阿美族 你好 我是保麗 保麗 叫什麼嘛 保麗香蕉 對 那我也會 我叫做 我叫做 Takari Takar Takar就是彩虹嘛 對 你比我還懂耶 他當然比你懂 我們這裡隨時會有彩虹 這個就是濕地 馬太安濕地 馬太安濕地 對 那這個濕地到底用來做什麼的 這個濕地是我們這個馬太安部落的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對 你只要來這裡 你就可以 買東西 不用錢的 對 全部送 居然有免費的超級市場 天啊 這麼好的遊規活動 怎麼能不早點通知呢 香蕉彩虹 趕快幫媽媽們問一下 要怎麼參加 我也要跟團一起去啦 進來之前 我們先認識一下這些植物 對 這邊好像種了很多不同的植物 我看懂一個 那是芋頭吧 這個 旁邊那個 旁邊那個是 蘭花 荷花 不是芋頭 天啊 旁邊有個菜 你整菜我看不懂 我們就來看 這個有刺的 這個叫黃桿 這可以吃 這個是我們阿美姐裡面 最高檔的食材 那怎麼採 因為它都是刺 所以它新那個地方 有一段沒有自己抓著 然後往下算 第七顆 那個葉子 砍下去 然後取裡面的芯 太長 沒有浪費力量 太短 那個芯很硬 汁裡面的芯 這個人會變成 不知名 因為它會退 原來這個黃桿芯 還有這麼特別的功用 不知道在這個 馬太安失地裡面 還有些什麼樣的寶藏呢 保麗 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也非常有名 的一種食物 食物 對 這個叫做馬太安 這就是馬太安 對 你們這馬太安失地 不是一個人叫馬太安 不是 我們這個馬太安部落 早期就是以這個為主食 它會長出動機 所以我們就 這個部落就以它為名 就是樹豆那樣一顆一顆的 還有另外一個功用 這個 還可以刷卡 刷卡 對 怎麼刷卡 像這個像我們以前沒有衛生紙 大家到野外 小朋友到野外 然後沒有衛生紙 大人就會把它走下來 直接叫小朋友一蹲 就從下面一刷 就刷得乾乾淨 不會刺刺的嗎 不會 你問問看 但是我們目前全台灣植物裡面 葉子觸感最好 真的嗎 這個你刷過卡了沒 這個沒有啦 關心 要再活 原住民果然很會利用身邊的植物 而且一點都不浪費 果實可以吃 葉子都還有其他的功用 而逛完了這裡 拉蘭大哥說 接下來要帶香蕉彩虹 去另外一個地方 要玩水了 蘭蘭 你們這裡吸水好清澈 對 這裡是花蓮溪的源頭 這裡就是魚市場 超級市場的魚 馬魚了… 你們的關卡就是指著 要幫魚蓋房子 怎麼樣 你是說那個樹葉就是 要幫魚蓋房子的 它裡面是三層樓的房子 魚住別宿 住別宿住在裡面 還有三層樓 對… 要蓋這麼好 當然 這種蓋房子的傳統捕魚法 稱為巴拉膏 是阿美族在這片濕地上 發展出獨特的生態捕魚法 一層蝦 一層魚 最底層 還可能有鰻魚可以抓呢 不過要蓋房子之前 得先把舊房客們先請出來才行 好 我們現在是來抓魚 好 現在就可以抓魚了 OK嗎 我這是最時尚的西上鮮魚鞋款 好 這個真的很長 我們先把最上面一層拿走 可以嗎 這是我們台灣最大的浮坪 這是浮坪喔 對… 你說只有這個地方才有這種 你看… 還有那個… 是不是要來完成這一條 好… 好 可以看到樹枝了有沒有 有 看到樹枝了 好 蝦子怎麼抓 還要告訴大家 蝦子 你把網子放到水裡面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 移到它上面都開起來 開起來搖一搖一搖 搖一搖 會中嗎 就這樣搖了 看裡面蝦子也有蝦子 有耶 好 多蝦子 還有螺耶 對 這會夾人的嗎 不要跑 不會啦 這個比較內向 這個會比葉 你連蝦子的面向都會看 打開或是比葉 那你說你們以前 這大概多久都可以來補 那個… 老人家做美夢 就是要來補 做夢喔 夢到就來補 你認真一點 會來好不好 真的… 他沒有做夢的人怎麼辦 如果沒有夢的話就是補牠 然後… 這樣呢 拉拉大哥真愛開玩笑 其實這樣的生態捕魚 講究的是要吃多少才補多少 這樣才能夠源源不絕 是說你們補了半天 都是蝦子 到底昨天有沒有做夢 我覺得這次有一種開獎的感覺 慢慢… 不要拿牠比較滑起來 有感覺 沒有 就是… 一定要找你平 你有沒有滑環啊 給我養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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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魚耶 我看到魚了 我看到魚了 不要碰 厲害 我嚇一跳 我嚇一跳 這是你們養的雞了 真的有補到魚耶 看來香蕉昨天有做美夢喔 不過這一關可是才正要開始呢 現在就要考考你們會不會幫魚蓋房子 剛才有仔細看嗎 有 怎麼… 管子排好 先放管子 我不曉得了 大哥可不是真的忘記囉 是希望你們能記住剛剛的順序 來幫魚蓋房子 並且能從體驗的過程中 了解這個馬太安師弟裡 人們跟大自然共存的美好方式喔 在這裡 除了體驗傳統捕魚的樂趣之外 還可以看到許多濕地的植物和生態 不過提醒一下大家 為了維持生態環境 這裡晚上可是沒有路燈的喔 記得要盡量早點來 不過看你們香蕉彩虹靠著記憶 終於順利幫魚兒蓋好房子了 恭喜你們在這個關卡闖關成功 張哥 我們在市區也可以冒險嗎 太好 不是這個問題 是我的電力只剩20%了 我必須關機或是充電 冒險可不侷限在爬高 或耗費體力而已 前方就是你們的關卡 花蓮這家特別的日本料理店 裡面有一道料理 是用稻草來揪燒生魚片 講究的是貨要大 又不能烤過頭 今天這個料理冒險 考驗的現場的料理技術 這個叫好像叫做 Tataki Gosan是Tataki的高手 日本 四國 獨家引進耶 看起來好 四國高知獻來的 我覺得這個任務看起來有一點難 就交給你們兩個好了 好不好 那等一下給你吃 Gosan… Go…好不好 好 要幫我加油才對 他會 加油… 對 我們平常用的是 鮮魚 鮮魚 但是不過這幾天混亂很大 所以今天特別準備 黑鮪魚 黑鮪魚 鮮魚 鮮魚 不同口味 平常吃得到鮮魚 今天我們想不到是黑鮪魚 撒一點鹽 來 來 這樣 這樣 補一下這個稻草 補一下稻草 好 真的很天然的稻草香 好 不能這樣吧 鬆一點 明明說用空隙 用空隙 用空隙 火燒得好大耶 燒這個很辛苦耶 會稻草那種 太熱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稻草燒起來 但是周遭的溫度都提高 好 你看它炙燒得一下下 而且稻草的香味一直飄出來 要火水 來 這樣 來 放鬆鬆的 然後等會火起來的時候 好厲害的感覺 好像大廚師 你有在火比較輕鬆的 真的喔 對 看來香蕉還滿有架式的嘛 連師傅都稱讚你了 這一關稻草燒魚 也順利通過啦 都做好料理了 怎麼可以不試吃一下呢 趕快來品嘗看看 老闆的人氣料理吧 いただきます 天啊 這個也太幸福了吧 心跳加速耶 自己做的這個 看起來真的晶瑩剔透耶 對 然後邊邊那個熟的樣子 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一起吃啊 好 先吃個原味看看 好 我先把它弄掉好了 我覺得有一點點微熱 可是中間的那個生魚片的味道 還是吃得到 而且我覺得佳柚子這樣很搭耶 這個連可能不敢吃生魚片的人 都可以試試看 電力歸物百分之十 怎麼了 對… 招合套餐 他真的知道你只剩百… 就是指揮部百分之十 要幫你補充一下 你看這個有沒有夠豐盛 不要小看這個招合套餐喔 這裡面可是集結了 老闆小時候的夢想料理 有炸蝦、漢堡肉、炸雞跟香腸 看著我都流口水了啦 我覺得你應該先吃炸蝦吧 真的嗎 炸蝦看起來就很厲害 而且上面那個醬 我也可以吃一口嗎 這個炸蝦雖然它放久一點點的 可是它那個麵依然很酥 不有 而且它這裡有沙拉 漢堡肉也是一個一絕 而且我覺得老闆人 就是看起來笑咪咪的 人很好 你吃上去之後就會變成這樣 不只香蕉吃了會笑嘻嘻 小朋友吃了這道 絕對也是笑咪咪的啦 不過聽說老闆還有一道 全台獨家的人氣甜點 是許多媽媽們來這裡 彼此的口袋名單喔 天啊 女孩們的最愛 豬排聖代 水果整個是炸開來 超慢的 拿著一塊豬排 然後就這樣放到嘴巴裡 就對了 可是它好像跟他們這些水果 還有冰淇淋都還是非常的 合適 而且 已經開心的還唱起歌來了呢 看來兩位的電力起訴 已經被這些美味料理 補充得滿滿滿 瞧你們陶醉的表情 該不會忘了我們的冒險王體驗 還沒結束吧 香哥 我們兩個穿成這樣 要做什麼 難道是要去訓練海豚嗎 錯 難道是要潛水嗎 不 NO 一般來到花蓮的山站溪溯溪 都是來回16個小時以上的行程 不過今天要走的 不但可以玩溯溪 玩生態 還有兒童版的演戲跳水 是為了超精華版 只需要兩個小時來回的 親子體驗行程喔 這個就是我們溯溪的位置 你不會冷喔 這水很冰耶 因為教練每一天都在 冬天也在帶團 所以 假裝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 發抖 那跟著他走 好啦 跟著阿傑教練走 要過河 好刺激喔 出發 GO 溯溪最重要的 就是團隊合作啦 每個人要牽著後面的人的手 來確保每一位 都能順利過河 過來了 完了 很刺激耶 對 其實它的水 就是有些時候會很急 可是我覺得在夏天的時候 你一定會覺得非常勁 很涼 而且香哥這只是剛開始 這只是開始 我們才過第一個階段 我們上去看看 走 好 那這是我們當地的食材 就叫做山酥 平常吃的山菜山酥 對 可以吃看看 直接吃喔 可以直接吃 你看味道不一樣 山酥可是很營養的 不過看彩虹吃的表情 我想我還是吃熟的會比較好 不過來到山裡面 可是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難道寶藏就在這裡嗎 黃偉鳳蝶到底在哪裡 有 要找鳳蝶 傑哥 過來看 這是什麼 這是草包 這個是蠶 昨天他們這幾個在這邊叫 今天沒有 他沒有在動 他已經脫殼了 金蠶脫殼 我覺得我們兩個現在很像 好好玩自然 我還吃山蠶 吃野菜 看昆蟲 現在不我們要再去哪裡呢 我們要尋找塑溪裡面最大的寶藏 走 今天主要就是 我讓你們認識一下玫瑰石 差不多九十公斤賣三百多萬 一公斤 好誇張 四萬 原始是黑黑的 但是我們要敲它有粉紅色的畫園 它就是玫瑰石 沒錯 這裡的寶藏就是玫瑰石 這一關就是看看你們有沒有辦法找到它 香蕉 彩虹 睜大眼睛 仔細找找看吧 教練 我們找到了 我們已經找到了 我們有沒有撿到玫瑰石 看它的 這個都不是 你還沒看 仔細看就說都不是 都不是 你看就知道 你這個怎麼會是 而且你這是白色 都找黑的 你看 可是就是 都是費食 怎麼辦 都沒有找到 這麼難 那要不然的話 教練就去幫你們示範 跳一米或是四米 好不好 你怎麼那麼想跳 對 本來是沒有找到它去跳 是我們要跳 他說教練來幫你們示範好了 教練你很好 那我們就坐在這邊看你跳 好 我們幫你倒數 5 1 3 2 1 5 5 5 好帥喔 3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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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阿翔 阿翔 有了 不要啦 我要死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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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跟我說 阿翔要什麼啦 我就這樣 又流出來了